好,中大师,我们是兄弟俩,主人一认识了,今天在新加坡,我们在南洋风王和晴油画省生交流大展举办前夕,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访谈,您是香港唯一一个代表香港参展的,那你觉得你凭什么特点能进入这个展出呢? 您的画作有什么特点能够引起东南亚各国对这个作品的影响,您介绍一下你的作品的特点? 第一,要分享一下就是我本身的这一期的作品不是油画,所以我们是一个特别的嘉宾 特别的嘉宾 特别的嘉宾 因为油画,我画在墙壁上面,没有放在油画里面,不能拿下来,我每一次都画在墙壁上面 所以,你的擅长是水彩,是吗? 水彩,还有水磨,还有电丝,其他物品 那你自己开发的是水磨技巧,是吗? 是啊,我能不能够把你的作品拿出来,怎么叫水磨? 水彩的时间就比较长,水磨也有,那水磨就是,现在没有再带过来,所以手机上面的要不要 那等一下可以让观众影响一下,等一下可能可以播出来就可以 那希望香港在这个蓝阳凤凰和五国六地交流上,颁养一个什么结束? 那因为我们香港本身是一个很细化的地方,我画的话,你说的对是为什么选我呢? 因为我画的话是很重的,味道很重的,中华文化很重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 不单只是什么水磨啊,油画,水彩啊,我的题材也没有,提供里面也是以中华文化为主 就体现那个王朝琴出来,这个就是道理 是是是,有请你的道理,是吗? 是啊,因为精神,我从来就是站在这个方向,因为中华文化五千年 不能在中国里面,还是在国外,也是有一个很重的精神在中华文化里面 但只有我们是华人,也有我们的感情在里面 我们有一个艺术家有一个定位,就是经负起来一个杂印 这个杂印就是什么呢?把中华文化成全下去 这个事实最重要,有些文有说我们艺术家就想画我自己喜欢画的东西 对,有些艺术家说我要创新,对,有些年轻的艺术家说我为什么有把很古老的东西挖出来不创新? 我的意义就是,可以创新,最重要是创新 但是,你要背负起来五千年的文化 文化就是,你的中印,你怎么样创新? 你没有经,你没有创新 你可以背上来的时候,背上去的时候,你可以背上去的时候,你可以背上去的时候 你钱真的没有经,我们有经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自己,华人的文化,藏大 再藏大,五千年,很多题材,题材不准 这个展览叫南洋风,黄河琴 香港是属于黄河琴,因为香港不属于南洋嘛 对,也不是黄河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区 你觉得香港在联通内地跟南洋方面可以产生什么作用? 我们可以检索,山岗在古代到现代,也是在中国往海外,海外的门户 对,这个门户,海外的人去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历史上面,我们中国的唐桥,山岗就是,我们叫做海关 山岗,山岗的唐门海关,唐门海关是最重要的地方 不论是,你是从波西过来,从南洋过来,也有进山岗 从国外去外国,也进这个海军 你历史上面看到,就只是一个广州 但是呢,山岗就是广州的外广 这个外国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发现在这个,商务交通的时候,文化交通的时候 这个点,就是一个中间点 这个中间点,从古代到现代,也是没有改变 我们香港体现的是,国际化,所有的外国的东西,也可以在香港 在香港,很自由地发放出去 我们南洋的东西,也是很自由地在香港,表现出来 我们香港,比如说,你去东西的时候,在香港 你去什么南洋的东西也可以去,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香港的地位就是,把一个秋冬秋梁这样起来 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国内人,经过上海,去南洋 南洋的经过上海,去中国 如果你没有这个秋冬的时候,你绝对沟通 可能,你要长方向,中国那么大,你要北京,还是你要上海,还是你要其他的地方 香港就是要这个经验,香港的经验非常重要 能不能这样理解的,黄河情,这个情 因为黄河是五星河,养育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也通过香港,流上到南洋各地 所以黄河代表母亲,祖国大陆 这个情,就是这个情谊 一路从香港到南下,所以变成一个整片 这个侨胞,华侨,香港同胞 都应该是为这个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对啊,是吧? 是啊 好,那希望你也继续为这个 南洋风,黄河情再贡献力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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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